聯電來看的話 聯電他在11月份的營收 可以如期創下歷史新高 其實就代表說 這個時間點的成熟製程的需求 其實還是非常非常的旺盛 而且 因為聯電 聯電他其實一直在說 成熟製程的報價要往上調整 那代工價格要往上調整 但是其實聯電他 這一波漲價的一些 範圍跟訂單主要是落在2022年 所以其實代表說 11月份的營收創新高 並不是因為聯電 報價往上調整而創新高 代表說他本身的供需缺口就非常的大 那11月份的營收才有機會創新高 所以其實從這樣子的現象 因為 合理來講11跟12月 對聯電他應該是要 可能說持平或小幅度的回落 那如果說他在11月份有機會 已經正式創新高的話 也代表說明年2022年他整個 8吋晶圓或是說一些成熟製程 他供需缺口 可能會比外界想像的還要來的更大 但是我覺得 聯電在明年 他還會有一段漲勢 是沒有說太大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 聯電在這個時間點 因為今天聯電 他目前的股價是 大約是在平盤 那股價大約是67元左右 那其實67元的 的聯電 那對比上他整體的 產業狀況來講 其實並不是說太貴 所以我覺得說 聯電雖然說他11月份營收已經公佈了 但是他是一檔 這個時間點可以去買進的股票 可是有專家有分析師就認為說 有可能這個 晶片荒到了2023年就會出現環節 也就是說到那個時間點 也有可能會出現產能過剩的狀況 昆正會認為這個2023年 還有點遙遠 所以大家不用先那麼樣擔心 在晶圓代工 可能庫存或者是他們的產能爆 就是供給跟需求有點對不上 大家不需要那麼早擔心嗎 其實我覺得說這個東西 因為就我自己的看法來講 我倒認為說 搞不好不需要到2023年 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有點 有點供過於求的情況 對 對 那我覺得說 可能到明年的第三季 這個問題就會開始浮現 那我覺得說對於一般投資人來講 因為其實一般投資人來講 你說你要持有到這麼長 也是比較難啦 那我覺得說 不需要去過度擔心 只是我認為說 這個東西就是說我一直在強調 如果你要去做成熟製程 跟先進製程的話 其實 最推薦的一定是先進製程這一塊 因為先進製程這一塊 他絕對不會有什麼產能過剩 或者說因為疫情開始緩解 那整個供需缺口就開始縮小的問題 因為先進製程 他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趨勢 對那 成熟製程他其實 目前供需情況是 比先進製程還要吃緊沒有錯 但是 成熟製程他算是 呃有一點點的 剛好在風口上 所以他的供需情況才會這麼吃緊 但是這樣子的情況 總有一天一定會緩解 所以 大家才去看 雖然說成熟製程 呃他的供需情況是非常吃緊 但是 其實你不太會聽到說 可能像聯電世界先進 或是說其他的成熟製程廠 去非常 大幅的去擴產 他在成熟製程這一塊產能 因為他們知道說 這個東西總有一天會緩解 如果現在過度擴張 到時候一定會供過於求 對所以 那我覺得說對於 因為這個算是比較長遠的展望 那對於一般投資人來講 其實還是可以去 呃跟著這波漲價潮 那下去賺賺到一點價差 那或是賺到一些 呃股價的獲利 對那 其實就像昨天 因為昨天熱度最高的一檔股票 一定是利基電 對那 大家很喜歡用利基電跟聯電 那還有跟世界先進來比 那我覺得說 以台廠四檔金元代工來講的話 他其實每一檔有他的優勢在 對那 以先講台積電 台積電算是 著重在所謂的先進製程 那應該說 唯一一檔著重在先進製程的股票 所以如果你是預計你想要放個 放個一年放個兩年 那讓他的股價有機會出現 翻倍走的情況 或是說 你就是看好一個長線的大趨勢 你完全不想去管這檔股票 就放著 可能要留給自己的兒子孫子幹嘛的 我覺得台積電會是 絕對會是首選 但因為畢竟說 台積電目前的技術 是領先 Intel跟領先三星 至少是兩年的一個時程 那在這樣的情況 其實 台積電在明年會去擴產3奈米的 會去量產3奈米的製程 那開始量產之後 如果說之後三星再跟上來 那台積電他一定會更激起去研發 可能2奈米到1奈米之間 所以這個東西是 可以穩穩的 股價是一路往上墊高 往上墊高 沒有太大的問題 這是台積電 他最大的優勢 就是 不太需要擔心說什麼 供需缺口解決 那股價就不會動的問題 對 那再來是聯電 2303聯電跟 聯電利基電跟世界先進 他們就比較偏向是在成熟製程這一塊 那如果說最純的成熟製程 比較偏向是聯電 因為聯電 聯電在28奈米以上的成熟製程 佔他的營收比重大約是高達了 將近8成左右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代表說聯電他會是這一次 成熟製程 需求 供需缺口提升 缺貨的最大受惠者 他受惠程度會最大 但是也代表說 聯電他的營收會跟著 這個成熟製程波動會 比較大一點 等於是說 如果之後這個供需缺口真的緩解的話 那對於聯電的股價來講 其實會變得說 嗯 衝擊會比較大一點點 對那 以聯電因為聯電他算是 一檔營收曲線比較穩定的股票 那預計他明年的EPS 可以小幅度的 年增大約是一成左右 那一直到2023年 預計也是可以 大約是小幅度的年增 一到兩成 所以這是聯電他最大的優勢 他的 穩定度高 應該說 他就是溫溫的往上漲 不需要去擔心說 他營收會有太大變的話 那以利基電來講的話 因為利基電他本身其實是 他的本業還是在記憶體這邊 在轉型之前 他本業是記憶體 那一直到現在 其實利基電他還有大約是 3到4成的營收比重 是落在記憶體這一塊 那 也代表說 他不會因為成熟製程的 單一 單一產業 單一成熟製程 他如果說之後工需缺口 開始的減緩 開始縮小 那營收會出現比較大的變化 比較不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等於是說 他可以比較去 利基電他可以做到比較有效的 規避單一產業 單一產品 所帶出來的一個報價風險 所以 利基電我覺得說 他的穩定度跟他的成長性 會比聯電還要來的更好一點 主要是說他的產品組合 其實算是比較多元化一點 那 以利基電來講的話 他目前的 今天的股價應該是大約是小幅度的震盪 對 他今天的股價大約是76元 對 那就是小漲一點 那76元的利基電 其實中長線來看 算是還蠻便宜的 那只是說 利基電這檔股票 他明年 預計EPS 可以往上成長3到4成 那3到4成很明顯 那就是優於聯電的股價 所以 如果說硬要講一檔的話 聯電跟利基電 其實我是會比較推薦 利基電這檔股票 對 以世界先進的話 就像剛剛有提過 世界先進他整體的 展望也很好 只是說目前機器比較高 那世界先進他最大的優勢在於說 他的產品組合是比其他的兩檔 再更好 因為世界先進他比較多的產品線 如果再像是 可能說車用驅動IC 那車用的一些晶片的這部分 所以代表說 世界先進他的毛利率會比其他兩間 還要來的高 那穩定度也會比較蓋 再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這是世界最大的優勢 對 所以 這幾檔其實各有他的優勢在 那如果說真的要去挑一檔買的話 就看大家的 一個投資的取向是怎麼樣 那如果單純是利基電跟聯電來比 那我個人是比較推薦 利基電 因為我覺得 以目前的訂單情況來看 他的天花板 可能會比聯電還要來的高一點 如果大家現在手上有這些傳統的 瓶蓋股的話 應該要怎麼樣做留意呢 對 那其實如果說 手上是持有 因為這些其實 這些真的是非常的傳統 就是說 台郡 增頂 或是說滑通 對那 這些傳統瓶蓋股 如果一直到12月底 12月30號 他沒有上漲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 短線上就真的是 建議先把它換掉 因為 蘋果他的旺 因為其實 所有的瓶蓋股 他的營收的曲線 都算是非常漂亮 那所謂營收曲線 以一年來講 他營收曲線所謂的漂亮 是代表說 他的營收都是集中在特定的月份 對因為 大家知道說蘋果的拉貨期 其實就是在每年的第三季跟第四季 第三季他會釋出新手機 然後他會先去試水溫 那如果說 好 這個 這項產品真的賣的不錯的話 他會去加到他的訂單 那在第四季去拉高他的出貨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以正常情況來講 那 大部分的瓶蓋股 他的爆發期都會在第三季 那第四季都會在 小幅度的上漲或是說持平 所以合理來講 應該是要從第三季 最慢大概是從第三季的季底 股價就要開始有一些反應 但如果說完全都沒有反應的話 其實一定說 不管是他內部發生了 什麼樣的產品結構的問題 都是需要特別去留意 所以 台郡這兩股票 我覺得因為他目前的基期算是 還蠻低的 那可以在這個時間點提前下去佈局 那我們就是看他11月份的營收 公佈之後股價能不能稍微有一點反應 那我覺得說 這類型的股票 其實大家可能有時候會說 因為他股價說真的也是不貴 那他也在底部盤整一段時間 那大家可能會 覺得說到底該不該換 那我覺得說 如果是用時間去設一個停損點的話 就是今年的年底不動 那我們就先換掉 對那 669台郡是這樣 那4958的增頂也是這樣 11月份的營收是有機會創新高 那在 這個時間點 那也是可以特別去留意 4958增頂這張股票 那因為說 增頂他也是算 傳統的一個平概股 那只是說 增頂他在 PCB的一個產業優勢 又比台郡還要來的高 所以如果說 增頂跟台郡 那要去選一檔說來持有 或是說他發展性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的話 可能會是 4958增頂會優於6669台郡 但是 目前這些股票其實 都還是可以在觀察階段裡面 那最後的觀察時間 就是今年的年底 再來是2313的華通 大家可以看到2313的華通 雖然對於 大家市場上給他的定位 他算是很標準的一檔平概股 但是 很明顯可以發現到華通這檔股票 他的漲勢跟 他的走勢圖 就是明顯優於其他的平概股 那其實最大的原因在於說 華通他在平概股的占比很高沒有錯 但是他目前已經不是很純的平概股 因為其實 他這個感覺就有點像是紅海 在之前大家說到華通 那第一個聯想到的就是平概股 平概的PCB 但是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說到華通 其實聯想到的會是低軌衛星的PCB廠 所以 華通目前其實 因為有沾上低軌衛星的一個題材 但他本業是平概這邊 那平概這邊的本業 其實在第三季跟第四季的營收 都算是不錯 但有本業的加持 那再加上說有明年一個 比較長線的展望 就是低軌衛星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 他的股價就優於其他的這幾檔股票 但因為說 華通的股 華通的營收也是已經公佈了 那也是如期創下了歷史新高 那所以其實這樣也代表說 他在明年第一季是有機會優於 因為第一季都算是傳統淡季 那有機會是出現淡季不淡的情況 所以華通在這個時間點 那我是覺得股價是不貴 是可以去切入的一檔股票 景碩他是一檔很標準的ABF載板 那他跟星星還有南電最大的不同 在於說 景碩他其實 就是說他的佔比不同 那南電跟星星 他最大佔比是落在ABF載板 那景碩他有一部分的佔比 是落在所謂的BT載板 對呢 BT載板在明年的第一季 其實 他的需求是有機會再被網上拉一段 對那如果說 ABF載板缺貨 如果BT載板也缺的話 對於景碩來講 他有機會出現所謂的雙重受惠 那又加上說 其實景碩他的基起 以整個ABF的三雄 星星景碩南電來講 景碩他的基起算是比較偏低 那只是說 市場上的資金比較 不喜歡景碩的原因在於說 因為景碩他的產能是這三檔中最小的 所以如果說 法人看好ABF 那想要去買一檔股票的話 通常都不會去選景碩 但是我覺得說 雖然短線上可能比較不容易 受到法人之間的青睞 但是如果是以 中長線的發展性來講 景碩他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我覺得會比 藍電跟星星 還要更有投資價值一點 所以 3189景碩 雖然說11月公佈之後如期創新高 那也沒有說太大的 股價沒有說太大的反應 但是 這個時間點是可以去切入的價位 在旁邊很有一樣 自己的視頻 我可以去看 旁邊的時光 我們想要去看 我們就好 在旁邊的外國 就好 你 說